... ... 此不是她的小鳥不喜歡釣出來的 意外 可是她的小鳥 就是她的這狗 就是這麼剛好 都在兩千三百萬人的面前 現在楊總 虧待你 你沒有在破雁了 不要站住 洗掉 你 你趕會 來 我是你們的村長 MISS CALL Good morning 嘿 她叫什麼來的咪叫 東東 東東 欸 東東說有沒有 給東東一個鼓掌 在那邊看好 我看一下 我自己新來主管 叫黃太 果然沒錯 你也抽到了 抽菸抽菸抽菸 誰對你抽菸 為什麼要是你的二手一樣 為什麼要幫你撿二手 那我們這些少數人想抽菸 應該怎麼辦 不要再抽了啦 副駕村 Oh yeah 完美的計畫 很多建商都拿以前小鎮村沒有辦法 這個數字 你考慮考慮 既然要收購小鎮村 我覺得 絕對 絕對不允許 大家請聽我說幾句話 你知道為什麼有錢人有權利嗎 本地的開發一定會造成很多資源的浪費 因為人都喜歡往有錢的地方考 大家真的願意出賣這塊土地嗎 這國家也理所當然把有錢人當作是欺壓弱小的一方 但是 或許有一個方法蠻值得試一試 我建議大家用小鎮村的公約來投票決定 由全稱二十二戶居民投票 我事情一大堆 還有一堆的文件要用 做得是 你看一下我員工 他忙到連鬍子都炸出來了 他明明正在玩遊戲 對 他已經沒有錢的 現在在玩遊戲中 是 今天 其他人 你果然找得到 那個意思 來